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种。 但是,辩论已经多了,彼得就起来说,诸位弟兄,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,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,而且相信。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,赐圣灵给他们,正如给我们一样,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,并不分他们我们。 现在,为什么试探神,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复的恶,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? 我们得救,乃是因主耶稣的恩,和他们一样,这是我们所信的。 众人都默默无声,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见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。 他们读了声,雅各就说。 诸位弟兄,请听我的话。 方才西门树说,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,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,归于自己的名下。 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。 正如经上所写的,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魏倒塌的账目,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,叫余圣的人,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,都寻求主。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,显明这事的主说的。 所以据我的意见,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,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进届偶像的污秽和奸淫,并勒死的牲畜和血。 因为从古以来,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,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。 那时,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,从他们中间拣选人,拆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。 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,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。 于是写信交付他们,内中说。 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、叙利亚、基利加、外邦众弟兄的安。 我们听说,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,用言语搅扰你们,祸乱你们的心。 你们必须受割礼、守摩西的律法。 其实,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。 所以我们同心定义,拣选几个人,拆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,往你们那里去。 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。 我们就拆了犹大和希拉,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。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。 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,就是禁戒记偶像的物和血,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。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,愿你们平安。 他们既封了差遣,就向安提阿去,聚集众人,交付书信。 众人念了,因为信上安慰的话,就欢喜了。 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,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,兼顾他们。 住了些日子,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,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。 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,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。 过了些日子,保罗对巴拿巴说。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个城,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。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。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,不和他们同去做工,就以为不可带他去。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,甚至彼此分开。 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,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。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,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。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